最后终于看到他主卧室 我也就注意一下 真漂亮 但是是双人床就是 摆了两个枕头 那当然啦 双人床摆一个枕头 那不是很奇怪 另外一个 不知道哪一个好运的人 能够跟你结尾一个年底 等有缘人了 是是是 像那个朱慧珍 我去他家里坐过客人 真的吗 主卧房一看 那怎么摆三个枕头 真的 这么奇怪 那中间那个枕头是小的 对不对 我说朱慧珍那两个就不是 有的人还故意有朋友来 就收起来一个 我一个人睡 这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两个就两个 可是你怎么会有三个呢 对啊 不好意思 一个是拿来垫腰的 不行 你洗脸泡腰 小丁你好 刚才说你这个声音 真的悦耳一点都不讲 谢谢 好轻啊你的声音 真的啊 谢谢 从来没倒嗓子过吧 倒嗓没有 没有啊 这喉咙是天生的了 麻辣火锅怕不怕 小辣还可以 太辣就不行 对 从你这个 认识看到你 从这个很小的时候 从用不到靠得住都一直到现在 但是说 那边的灯大人就是谁 高级准备立 刚才看到你的镜头里 穿了粉红色的这套衣服 特别的显得很嫩 真的啊 皮肤也很好 因为今年流行嘛 所以要来上小哥的节目 大家穿得比较不一样一点 是是是这个青春真好 看到你那种绽放的笑容啊 像几哥的那种投入啊 有的时候 我也想问问一个 因为我是很久了 都没有唱片节来这个 touch我 那你还是在市场上 挺热门的 那这个大家期待你的作品 那有的时候 像这种 我们一下子没有正中目标的时候 心情完了 有的时候会沉闷 其实我感觉原本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本地人生就是会有高低潮嘛 哇 你这个见解太好了 听听看 当然啦 所以呢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在心情上 调试当然很重要啊 而且随时知道 现在市场流行 什么样的歌曲 然后让自己在 比较好的状态 比如说不要因为 没有出唱片 整个人都变成了 那就不行了 对对 吃到多肥了 然后要出片的时候 再来减 对啊 有的 我们是我们是情 所以说小哥 你也保持得很好 从来没看你胖过 也没看你瘦过 好 肚子好像刚好遮起来 没看哦 没有深呼吸 是的 所以这些 做得比较大 我十几年前看 你也是这书 现在也是这书 你都没变了 你到底是有洗吗 有了 有洗哦 没有 药纸有换了 颜色就没换了 真的啊 看起来像101件 对啊 其实本今晚的 开大真糙 真的啊 对 我一直以为 你制装费最省了 不会不会 三两年至少也要换个两套 三套 你也太省了吧 而且还专门等待 那个打折的时候才出现 那种清仓跳楼大拍卖 一折的时候 快去 有的堂垫的时候 我快去走路了 所以大家来看小哥出现 你就留意一下 什么时候那种跳楼大拍卖 赶快去 你就发现 小哥就坐在那边开始跳 刚才听你讲了一下 这个成绩好坏都是其次 我们这个努力在这个 尽其在我 其实我觉得唱歌 我现在的心情 我就觉得开心 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有时候自己想一想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要很幸运 因为每一个人挑职业 有时候是因为生活 对不对 可是如果能够挑到 又自己兴趣 然后又可以自于愚人 然后又很开心 又很快乐的 有些人像唱KTV 还要花钱 可是我们常常四处去表演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 不错的收入 还有掌声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棒的 兴趣又兼时工作 那真的像你讲 太幸福了 对 还有这么多知音在台下 给我们鼓励掌声 对 太好了 唱到至今为止 听你言下之意 毫无倦怠之意 倦怠 要调试 倦情的时候完全不会 那倒是还好 因为我常常出国去 然后觉得自己 要给自己很多的调试 是是 我知道你这个人 私生活也挺保守的 光看你的眼珠就知道 黑白分明 听一听 我还有第三个颜色吗 对 大家都是黑白 是蓝的吗 这款很蓝 很清新的 所以唱歌不知道 有时候就这样 用感情来唱 说了说了 我们再来听听歌曲 好 你刚刚讲的时候 邓丽君的歌 你也相当的赏识 他太多歌 我还非常喜欢 尤其是我就是在学生时代 念国中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一定听的 那整张我是背得滚瓜烂熟 我念书联考这么认真就好了 就是那个 《独上西楼》那张专辑 《淡淡悠情》 你的歌 你的声音来诠释特别好 因为有的人说 邓丽君的歌 无人再出其右 因为他那种甜 甜是最难选择 真的 那个歌声要甜 我也不伤心了 他那个尾音这样 好轻啊 他的那个声音非常地轻 好像山谷里传来 对 你这个人来诠释他的歌啊 真的是没有人第二人选了 真的啊 谢谢 再唱这一类的歌了 是真的 做节目有的时候 唱唱歌自己 真的陶醉了 对啊 有的时候都忘了镜头 还在照了我 好像在那里 好像起当了 随着随着随着 太多了 不过你唱的功力也太好 才能引人到这种境界里面 这个 这首歌刚好发了你那一首 《淳淡的爱》 那种感觉好像是同一个调性 同一个 同一种气氛 同一个时光 景色的感觉 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好多人 什么江雷了 珍妮了 对 这个尤雅等等 他们的时候都是 电影主题曲 他们包办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 歌没有什么新跟旧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只要是好听的歌 哪怕是以前的旋律拿出来 加上现在的编曲手法 它就是一首很棒的 好听的歌 尤其这个歌者 我感觉到 他在这个唱功上 如果很细腻的话 这个可以从他的这个学习 或者是他曾经 所这个熏陶的东西 都可以感觉出来 像你我就知道 是做美学的 比如说服装设计 以前在学校念的 以前在学校念的 所以他这个服饰方面 配色 家居生活 各位大家是不会去过 对啊 小哥 你可怕名字不会去过 对啊 小哥 就是这个董事 因为有时候好朋友 会请到家里来聚一聚 你家里很舒服 你家里很舒服 漂亮得要靠北的 哎呦 你怎么会这样啊 哇 漂亮 漂亮就漂亮 那些心装词要跟他招 那些肚子跟他招 一支摸就没有了 没有啦 那一天 在肚子路 刚好拖完地板了 不是 我在盖的 这个从镜门开始 一个摆设 一个窗帘 好 这个介绍的时候说 你看我们家全黑更好看 我想说你想要对我怎样 对啊 结果不是 那些多人在里面 结果不是 等会切掉而已 哎呦 一转身才看到落地玻璃 看到一片灯海啦 对对对 哎 你住那个地方 不是我在讲 不怀孕都很难啊 不是啊 那你应该就搬来到我们家庭区啊 哇 就是说 如果有老婆来住在那儿 房间那儿漂亮 那真是生生不息啊 让人这个气氛觉得非常的好 但是你这个人就是 还是小孤独处的 哇 这样漂亮跟这样一间 就缺少人主角就对了 慢慢地找啊 慢慢找 还在慢着 拖了时间 那怎么办 那快快找啊 能够找不到啊 说来这个也急不得了 对啦 不急嘛 除了最后看了看了 除了厨房各方面 洗碗机电动什么的 最后终于看到他主卧室 我也就注意一下 真漂亮 那这是双人床就是 摆了两个枕头 那当然啦 双人床摆一个枕头 那不是很奇怪 另外一个是哪一个好运的人 能够跟你结尾一个年底 等有缘人了 是是是 像那个朱慧珍 我去他家也做过客人 真的吗 主卧房一看 那怎么摆三个枕头 那人真的 咱也真奇怪啊 没有 那中间那个枕头是小的 对不对 我说朱慧珍 那两个就不是 有的人还故意有朋友来 就收起来一个 我一个人睡了 他说这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有男朋友啊 两个就两个 我说可是你怎么会有三个呢 对啊 不好意思啊 一个是拿来垫腰的 对啊 对啊 你是人靠腰吗 好 人家说那么直 你也推人家 好 你不敢偷地 你说不是啦 那男人 我男人我也要爱护他 对不对 这种东西不能拿来垫头 哎呀 我的起的内裤都要掉远一点 我都给我下跪了对吧 好 摆了一下 毁半年不再搞过 哎呦 真的 所以说了说了 大家也在关心你的终身大师 但是你可能也是 没有缘就没办法 其实这个真的不急啦 我觉得其实一定会有一些朋友 跟有一些伴侣 但是终身的伴侣是 真的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嘛 真的 有的人都说到演艺人员说 你喜欢谁 大部分都是说 我喜欢谁 都讲得比较妖艳一点的 其实真正一家一世 你才像你这种 这种非常端庄 娴熟的 家里那这个刚才是讲的是看外表 厨艺是如何 厨艺普通啦 我喜欢喝汤 所以我只会炖汤 那我不喜欢洗碗 所以家里就有洗碗机 哦 这样啊 因为有时候很多朋友来嘛 是这样子 说来这个同事每次聊天 都不知不觉抖出人家好 都是傭菜啊 你知道吗 傭菜啊 傭菜啊 就是那个 我知道啊 好像连销区拍一个骨头 我知道啊 对啊 一个做那个妈妈家啊 你阿春阿春啊 对啊 我一直去她家做 你去了她家 每次做客都是吃绿豆汤 为什么 还有连锅 每次都是这样 诶 奇怪 好几次都这样 没错啊 我说你们家不做饭啊 她说 没办法 我太太不可以煮饭 它滚也滚 在豆汤 红豆汤 好像两口 我去 带来买一些蔬果 青菜这样 我说那几年了 结婚她 我怎么过来年了 这样啊 我说那你还真有耐心 这不知不觉 其实也不是说讲人家的家务事 也说出这个傭菜 蛮有耐心的 有人三重没有 穿小红 我真正这样 叫三重打 哎呦 好 英文也给他打 煮饭也给他打 炒饭炒饭也给他打 三重 她那个人了这么多年 我也不是很会煮 不太会煮 对啊 要学一学 我很怕用打 所以 那就请教你 将来真的要学 就请教菲姐 不会不会 我们想 哇好好吃啊 这要加一点蠔油 嘿咻 嘿咻 哎呀 就这么轻轻松松 好容易啊 嘿咻 真的 好 真轻松 不过我们家很多 我们家只要有微波炉 一切搞定了 都用微波的方式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冷冻料理 丢进微波炉里面出来热腾腾的 然后倒在那个家里面 漂亮的盘子上面 也是不错 不知道的朋友还以为你烧了一手好菜 结果全部都是冷冻食品 这是不由得 我要提醒你 要站远一点 因为还不知道将来要生几个 真是 听说有电波干扰 也去海底 是 如果你这样说人家很惊 大家都不敢用微波炉 是是 说了说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 听到你的歌声啊真的 我知道你们歌手不是发片期间 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 所以就随便接接通告 没有没有小辈的节目是通告一发过来 立刻瞧时间过来 我因为我才刚从大陆一回来 立刻就来第一个上你的节目 听得很感兴趣 有个送到要靠北 有可能 送到烘腾靠北就对 你爸没在的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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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我听到杨凡这首歌 既主唱了以后 再唱得比主唱能更好的一位 就是你 很不敢当 可是美中不足的 是什么 你不唱两百 还有没有把它当成主曲来唱 应该是杨凡接爱情列车掌 你再接一首爱的迷惑刚好 我也 这个蔡小姐 本人对你也认识那么多年了 你对我们主持人有什么意见呢 你可以尽量地批评 可是你不能厚使薄比 不要这样啊 你光光对他的歌曲有青睐感 对我就没有那种 贺大哥 有啦 因为刚刚那首歌呢 我有录 那首歌我有录 我有收录 人家是在 蔡幸娟的专辑当中有收录 没有发行 但是我听你唱过 他至少在他的专辑里面 没有你的歌 没有收录是一位 没有收录是一位 蛤 我是唱下去 那首歌是变歌的啊 你唯一的主题曲就没了 不好意思啊 你现在是对他说 不是对他说 对他说 对他说 所以你才 没有 所以你便会抗抗我说 我们的手歌 要让别人唱我们的歌 要再算定 你以后有些偶像唱歌 算到那条歌不是我们的歌 比他做他的歌 我现在暗算 我在想要收一首歌 哪一首 妈妈请你不能听 我那条歌不太听 因为我有一次听 郑菁英唱不太 他要怎么看我比 这有意思啊 那条歌 你真的唱这条歌 我们台湾省 真的歌手里面 唱这条歌 唱得最好 我现在又找不到 你看 你娘 我在那边怕你怕过 你知道吗 我找不到 我没想到 原来是赫大哥唱最好 真的 我有一次看他唱到 我就觉得 这条歌 根本就是赫大哥专属 对吗 一种精神又靠得出来 你看 那条 我的表情很解释 你看 我真是 你让我唱到的感觉 真的感到 不是我说 你的声 唱我那条歌 那条歌你唱的吗 对 你才是可能 没有办法表现的 那么样的沧桑感 因为你这歌是完美 不废 我的歌都有缺陷美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唱过吗 不要唱过 不要唱过 我按照要再唱看看 想要再唱看看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不用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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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看看 所以说 听他说 辈子这碗饭吃的就是这样 人家的歌唱什么 给四郎骨头都好听 喂喂 是不是四郎骨头 他什么会 只要有四郎出来的东西 给他的脑就好听 真的假的 没有啦 你叫我真的好听 我现在是够甜美的 谢谢了 你看他在唱中歌的意境 和赫大哥的唱中 妈妈唱你怎么听 完全不同 你的唱得更感双 更写实 但是 他这种就有一点 那种思念的空间 对 我想像龙主对妈妈的呼唤 因为我想像 媳妇对大家的友好 你也想像 天真儿童的无知少男 天真的天真 不敢无知 可以吗 你什么说 黑鹿还是在 早餐都看不出 开始正式奉门 刚才都是黑白在乱 你好 你好 赫大哥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正式奉门都不知道 奉门是什么 当然有 这边都是演唱会嘛 对啊 我在美国演唱的 在美国啊 在美国唱 在康州 Casino Casino 不是 在纽约 Casino 对啊 赫大哥从来没有去美国啊 没有吗 I don't like America 哦 这样子 以前没有去过嘛 没有没有 那现在以后也不能去了 也不一定的 你看看 你的问题还没改观 你是说什么 你不要骂人说 你是说他的国税局的事 我没说 你说 你怎么说 我怕他说不对 你怎么 人家说到 在康州 我叫他拿下来 不是到底要去韋力宾 去韋力宾拿下来 不是啊 韋力宾 韋力宾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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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 不是 我几位基的人都在等你两个 我想我奇怪怎么在等那久 我本来是说是余大哥的问题 我说 大爷 没关系我的家 我想我奇怪 我突然怎么说 不是啦 是你啦 老爷爷是过 哎呦 没关系 我们这家闭时间 我们只够了 后来就能出国了 是啊 如果真的出国的 赫大哥想要去哪里 我想先到日本走一走 到日本 日本啊 日本是好地方 日本没有赌场啊 日本人 你不是这样 你还是漂亮啊 你不要再 我跟你讲 他真的一定不能再去有赌场的地方 对啊 要不然回来国税局又把 又查了 又要十年不能出去 啊对啊 对啊对啊 我现在对这个台的东西 我完全不爱 啊 不然你在做什么 我是在普克牌 你赚名 哎 没关系 烧啦 这烧啦 这烧啦 不敢吃而已 没问题 你唱我唱我现在 你是怎么保养 你的脑子 我就保持那些 都不叫烧的 不叫烧的 不叫烧的 就是不要熬夜啊 不要熬夜啊 对啊 你没有想把他画出来 对啊 还是会啊 发音的方法要对啊 痛得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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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对啊 你要特别的保养知道 特别保养 大概就是太辣的东西 还有冰不要吃啦 冰不吃啊 冰尽量少吃 冰一架就漂亮 哪有感觉 这样啊 因为你的声音到现在都没有 算说烧音的地方都没变到 对啊 像我们刚才越唱越激 对啊 不是我当初激的时候 激烈又没什么激烈 烧音又不能起来 烧音又没起来 对啊 烧音又不漂亮 对啊 中音又不知 你的粉吃太多了 粉啊 对啊 粉酒不要吃就好了 粉酒不要吃 危险的不要吃 冰的不要吃 比较少吃 你如果想说拔轎一定熬夜 也不能拔轎 对啊 最好就是说 你这种没母的 不跟互乱来 必须要照 不跟互乱来 什么意思 不跟互乱来 你说不要互乱叫 不要互乱 大声小声 对啊 对啊 不过你这样互乱也没什么意思 说的我都没听到 我都没听到 我都很单纯人都没听到 我都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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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其实要好的歌声 也需要保佣 当然了 你怎么做发音练习 有啊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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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发音很简单 比如说唱歌音 就头唱音 唱歌音 就是副副音 你胸唱音 你头唱音 头唱音 头唱音 你头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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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看这个音 就看到 我伸到来歪去 我不能歪 所以他在说真的 有的台湾人在说话 哪有声带得很重 我很多朋友在说话 阿亮啊 我跟你说 你这样说 没有说你随手 都会随手 所以他都会随手 我怎么随手 这就像蔡兴娟刚才在说 你如果觉得你脑子很重 譬如说话的时候 我给你说 阿明知道 我来缺一块钱 你不知道怎么办 说话都会随手 弄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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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不行啊 不行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他要硬一块钱 对 硬一块钱 你现在硬一块钱 带很重 嗯 又起立就是在这 那音要准 那是蒋荣一老师 他都要跟我唱 咪跟妈 你不要联会 嗯 咪 身体 你要是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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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 咪 咪 咪 蜜蜜 好 大家再来 蜜蜜 很好啊 蜜蜜 你这个音感没这么对吧 没有 我现在听你 你的那个发音的共鸣在 在那个 下巴上面 喂 我都在等电影 我都在后面 所以喔 今天我们有点给观众朋友 你如果想要练歌 你会觉得你的脑声太重 你会用这种方式的坏音 还有啦 就是说你唱歌的时候 用到腹部音 肚子会用来 肚子会用来 肚子用力的话 你那个声音被 你的音就会出得来 有 你的力量和高音就出得来 肚子会用来 肚子往下 说小腹 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说肚子啊 就肚子缩起来啊 老师 老师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老师 我们是学生不能 来试试看看 喂 喂 你真的在咬你 你怎么给人摸 你两个没天分 你没天分 对啦 我有啦 帮我看看 你两个有天分 你不错 我出了一张台湾歌 是什么台湾歌 一张歌 我有两个在里面 我是说朋友先说啦 这个还是原来的味道 感觉比较可怜 你这个唱的就像 像这个女孩不太可怜 我这个我唱 唱得第2把也不靠 真的变成了 真的 很可怜的歌 对啦 对啦 你是有酒帝 我还是是母有害 你我们是母有害 你还没有害怕 你还没有 你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我把声滑 好像滑鼠啦 我最后真的恭喜蔡兴娟 结婚都没有跟我们同地 啊 让你生气了 你结婚了 对啊 让你生气了 你刚才有点手机 喂 人家的婚姻真的有 人家的婚姻 你还没有想问 你怎么说呢 多少人家的婚姻 人家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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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也提及了 对啊 要这么多问一下 真正结婚了是吧 你怎么认识的想结婚是什么 没有啦 哪有认识 现在已经宝兜里面有 我当妈妈了 对啊 哇塞 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说你是结婚后 对啊 在9年 9年嘛 做一次 做一次来 做一次来 新年度来 民党的这些事情 都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到近年来 对啊 所以要死的事情 没结婚也不行 没有啦 先结婚啦 不是凤子成婚 不用啦 不用啦 其他跟那个男朋友 已经交往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 阿冠来结婚也刚才好年纪啊 是啊 这个时候 事件也稳定啊 嗯 男朋友这个事业又很棒 我们问一下这么简单 到阿沙里就是说 你结婚后有幸福吗 还可以啦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啦 谢谢啦 那如果结婚后 现在怎么办 没有啊 孙子孙子 怎么办 不是啊 没有啊 我没有 我没人不行 我都 那是那些小的 都是什么人去找 家人有 有人家找 有保姆在找 生大夫 或是女妻 妹妹 妹妹喔 都是吃 吃什么的 那要吃他们的 不是啦 有保姆 吃保姆 谁人去吃保姆的 沒有啦 泡牛奶 泡牛奶 对啦 还是说吃母奶 泡大哥的意思是说 头一口鸡 有吃到自己的母奶嗎 要吃 妈妈的奶奶才会亲 你知道吗 好啦 我知道 知道啦 我记得我孩子 我妈说 我六个儿子回忆 真的 你哪里要摇贵 我知道 我记得我孩子 我妈说 好 你的头儿子 要给你加回忆 你老婆娘 你叫你妈妈 五万斤油 那小孩就是这样 我什么都没效 我什么都摇贵 这样喔 那什么摇贵 我摇贵 他摇贵 所以 我摇贵 他就摇贵 他一直想想 你如果我都不摇贵 阿公 我大孩子 我记得我的印象 我刚刚的 櫻鑼子柳子 那位隔壁 刚才配柳子柳子 我算她的奶妈 你奶妈 我的奶妈 现在 没输成金佩欣 你以前 我听他说 你奶妈把她的鸡 這首歌是妳最新的專輯裡的一首歌 對 新專輯《愛到蘇燕文》裡面的《顧做浪漫》 這個聽起來是台語的專輯 但是聽起來卻有點像不像台語歌 因為這張專輯裡頭寫歌的老師 全部都是國語流行歌壇的音樂員 所以GYB的風格跟聽起來感受就不一樣 剛剛聊聊的前面還在介紹的時候就說到 我們也很驚訝在妳的新歌發表會上還提到說 可能在年底左右也是最後一張片 突然讓我們觀眾 我想我跟觀眾的心情是一樣 雖然我們是同事也突然覺得很懊惱 因為我們同事很多年 我跟觀眾一樣老早就認得妳 但是觀眾是沒那個機會 但是同事之間我們都很少吃飯寒暄相聚 沒有機會碰到了 就突然聽到妳講這樣的一種決定 讓我們覺得有點不適合 這是講真的 這是妳內心深處的話 多多少少 其實不光是我的歌迷 就是說我自己也會有一點 會有一點 因為從我學校離開以後 十幾歲的時候我進入唱片圈 我的生活重心都是在這個圈子裡頭 我認識的朋友經歷的事情 然後一路的成長都在這個環境 所以當我決定要離開的時候 也會有一點不適合 就是啊 這個時候我們聽了也覺得說 希望聽到妳是暫時的 因為怎麼講 孟廷偉的聲音陪伴我們也好幾首歌曲了 妳的歌像什麼 妳看妳看啊 月亮的 都很紅耶 學生他們在求學的時候 加上阿兵歌曾經裡都是他們的 軍中的夢中 是不是 對 那麼怎麼會有這個突然的 那天我沒有看到完全的報導 又來到節目中啊 也就在這個怎麼講 再從妳回憶中 再說說看那些動機 當然我聽到一部分就是說 妳覺得這個影劇圈裡 好像老是覺得自己的活潑性不夠啊 在融入訪問或做遊戲當中 其實妳說這個我也有同感 我也是這樣的人 其實妳是女孩子比較更保守一點 沒有嘗試去掙扎或是改變一下 可能是性情上的問題啊 個性上啦 其實我在唱片公司裡頭啊 就是企劃啦 或者說一些比較這個部門的主管 他們都會很希望 我能夠在新專輯發片的時候 有一些新的突破 例如說要設計一些什麼舞蹈啊 或者讓我嘗試唱一些快的歌曲 或者說穿一些比較勁爆的衣服 就是我覺得很難 就是說我自己會覺得怪 就穿在我身上 我就會覺得那不是我 對 反而不是手足無措啦 對 不過最主要的原因 並不是說這個整個大環境 我覺得好像覺得很難再去改變或什麼 而是說其實我也在這個環境待十年了嘛 那十年當中其實我的心境上 有很大的轉變 最主要跟我學佛有很大的關係 妳什麼時候開始這個信仰中 就是認識了妳心中的這個神 大概我很小的時候跟著 在家裡媽媽這樣子拜也不知道自己拜什麼 像祭祖啊這些 對對對 然後一直到我後來就是進入唱片圈以後 開始真正就是有機會 有一些朋友啊 他們就會介紹我說 我們可以去哪一個寺廟禮佛啊 然後慢慢的大概在六年前 六年前因為我養了一隻小狗死掉了 又有一個感受到一個生離死別的一個境界 對 對 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吃素 然後吃素妳知道很困難 一開始吃婚吃習慣要吃素 會覺得很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就是看一些佛書 然後加強自己的意志 看了看了就越來越深入 對 越來越深入 哎呀 那這個是帶妳去接近佛的這些朋友 把他們名字揪出來 對我們大眾來講 他就是讓我們失去一個這個 這麼好的朋友跟聽到這麼好的聲音的人 不會 不會 其實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講說 不會怪他們是吧 不是 退出 其實是很幸福的感覺是吧 是 很 我覺得法喜充滿啊 然後退出流行歌壇 但是我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投入宗教的工作 就是說跟宗教文化有關係的一些活動 不管是慈善的公益的 或者說將來我做宗教音樂 然後廣立眾生這樣 好 說到這個吃素 對 有的時候我們一兩天覺得很好玩 那麼心情到了素菜館被人家招待 但是如果長期下來 恐怕就像妳講 要有一個心理的一個定力跟那種方向 或是意義啊 對 雖然妳算一個寵物死人 妳就覺得可能為他發點 對 也不知道怎麼講 希望能夠回向他 回向給他 讓他可以走得比較順利一點 那目前妳的體質完全都是以素食為主了 對 就是六年嘛 就是持常摘這樣 怪不得接近妳們還聞到檀香的味道 對 我想請教妳一下 這個 關於我們人有這樣的一種為宗教奉獻的時候 這個就要涉及到周遭的人 有沒有祝福我們 當然觀眾我們是當然不捨了 那最直接的就可能 有沒有像自己的男朋友啊 或者是女朋友啊 或者是親屬之間 說說看這個好不好 在這個期間妳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情感上有沒有另外一半還沒有 因為沒有男朋友 所以我的決定都是跟我的女朋友們討論的 所以這個情感方面好像還不會說 辜負了某些人 對啊 清爽的一個人 那麼家人呢 我爸爸媽媽他們一開始會 會擔心啊 他們會擔心說 妳是不是有出家的念頭 對對對 怕妳到最後頓入空門 就是這個 但是 我跟我媽媽說 不用擔心 就是說基本上我覺得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家 就還要有姻緣 是 對啊 那他們有時候在跟你溝通意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那時候妳一定會問他們 那你們希望 我的這個結局或將來的畫面是什麼 他們是說些什麼 兒女成績 嫁人啊 其實我媽媽比較希望我能夠結婚 有一個家庭 她會放心 覺得好像有人照顧 但是我爸爸就不會認為這樣 我爸爸就會覺得說 比較站在妳這邊是吧 她是覺得 也不錯 她覺得修行也很好 但是像母親那種想法 恐怕是 永遠 你叫她說 換一種角度是不可能的 她總是希望一代 延續的一代 就覺得看妳 她認為的那種幸福觀 對 就是要這樣兒女成群 有個先生愛著妳 有人照顧老了以後不怕飄零 奇怪 我到現在還希望我姐姐嫁人 真的嗎 這個想起 不行啊 她已經出家了啦 就是我母親也是常常定名 我母親也是看到說 妳 妳為什麼 為什麼我就不能像 生一個女兒像別人一樣 兒女成群這樣 所以這個怎麼講 當然人各有志啦 對 真的生一個女兒的人 也不見得就挺清閒的 對 對 因為當妳有了家庭之後 妳會有很多掛愛 那我覺得 好像不太適合我 我會這樣覺得 雖然我很喜歡 在家裡啊 然後 料理家 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 自己一個人 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也有更多時間 照顧旁邊的人 是 妳這樣一講 做一些佛事或善事 跟你接觸的人 就要打消這個念頭了 知道 妳的這個原意原來就是希望 清清爽爽自己過一生 對啊 不要有什麼情愛的掛愛啊 這些 這些都是很無常的嘛 都是很無常的 是是 說的也是 這個這個 她還蠻堅決的的 你好 你好 小哥好 金貝山這首空檔真是 展現出妳這個歌唱實力 謝謝 不過這首歌是小哥點的啦 我其實也沒有辦法 是是是 因為這個歌對我來講 是回憶好多 真的 記得這個歌 我聽妳在台上唱的時候 才十五還不到十六歲 剛出檔 是是 我們在台中 這個早已經關門很久的 這個酒店 叫台中酒店 台中酒店 你還記得吧 好早喔 那個時候當然我們 比妳出道得早一點 那個時候是個新人 還在磨練 我記得妳這個母親在後台啊 這個可以說是 真的假的 不是說妳媽媽目中無人 不是禮貌的問題 而是她的眼睛裡 那時候我記得 同檔的有什麼楊彥啊 很多大牌崔台青等等 當然她的眼光中啊 因為怎麼講 一直投注在妳身上 沒錯 妳一出場她就守在目邊看 這個給妳打扮的時候 這個禮服啊 這個裙擺沒有拉撐頭 都一直在注意 為什麼她心中 心中只有妳 看得出一個母親 對這個女兒這份興趣 她一直是這個 陪伴在左右那種關愛 謝謝 我真佩服妳的記憶力耶 記得非常清楚 她怎麼這麼久的事情還記得 好恐怖喔 妳一上台妳媽媽 妳怎麼 我這個女兒 妳看她會紅嗎 媽媽問我說 姐姐姐 當時我是講說 這會紅 這是當然有一點這個 就是說有一點 絕對不能讓人家失望 因為那個時候來講 歌堂競爭也很大 沒錯 我們不敢說打包票 果然妳看有實力就是有實力 還好啦 走著走著走著 金沛山的這個知名度 就這樣子 從唱片商發現以後 就一路唱下來 曾經有好多的頭銜 什麼連續劇 八點檔歌后等等 對 一直到現在 看妳這個 有人給我外號 叫金媽媽 我說我變金媽媽了 不錯不錯 這個剛剛講的 觀眾也看到妳的報導 甚至於妳這個婚期 大家都給予無限的祝福 到現在已經是這個順利的當媽媽了 對啊 哇不容易 生的是兒子女兒 生兒子 自然生喔 自然的 自然生 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不好意思 我們這問題什麼都可以聊聊 現在這什麼時代 從肚子痛開始到生下來 妳花了多少時間 五點多開始痛 痛到那個 差不多半夜 一點 一點就生了 那也是好多個鐘頭 對對 因為醫生那天 那個日子蠻好的 所以醫生很忙 忙著接生 所以我在那邊等醫生 那這還可以等的嗎 對 不過好像也是要有過程 好辛苦 要有過程的 對 而且她生下來以後的感覺 這個人生中多了一個生命 所以她的感想 我覺得剛生寶寶出來的時候 她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要喝一次奶奶 我真的是快要瘋了 我快要崩潰了 突然一個生命要依靠妳 什麼都要學了 不是最恐怖的就是說 要喝奶奶 然後喝不到奶奶 你一開始就決定 就是用牛乳來餵 餵母乳 但是因為實在是很辛苦 這是這個必經的階段 就是 腫得像木蘭飛蛋 但是就是沒有妹妹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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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 不好意思 聽說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這才不得了 我幫妳來 所以這是自然的 所以她 聽說這個 對 她會這個障的時候 就是自然要給她 對 小孩子這麼需要的時候 辛苦 我覺得當媽媽這一點 真的已經夠了 那就多問一下 您是一顆就能餵飽她 還是 對 對 這個也想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當然 胸脯有兩個 對 當在哺乳的時候 假如孩子的食量不大怎麼辦 還是說要分攤的這個 餵她 真的就是要分攤餵她 一左一右來餵她 對啊 不要說只餵一邊的話 不行不行 餵大小 有大有小 這個是很奇怪 而且當媽媽怎麼講話 都會這麼講 我們都了解一下 這是一種 生活裡的一些嘗試 聽純玉女已經不見了 媽媽急 所以妳知道她這個 吃的這個 對 因為媽媽教我的 所以這邊如果 差不多就趕快換一邊 對 媽媽說要換一邊 不然就是 造型會不好看 是 說得出來就讓我想起 很老的 很老的笑話 是 就是有一個富人生的雙胞胎 她也習慣 老師就要分老大老兒 長得差不多怎麼辦 老大的婆娘平 老生的婆豆平 是啊 結果那個姐姐姐很厲害 常常這邊吸完 把妹妹那邊搶關係 真的好厲害 那媽媽也沒注意 家事也繁忙 對 妹妹常常在半飢餓狀態 因為搶不過姐姐嘛 對 一直哭 那媽媽說 吵什麼吵 都吃完了還吵什麼吵 床上一丟 妹妹常常吃不飽 半夜爬起來很恨 弄一點毒藥 因為媽媽都習慣固定位置 把姐姐吸的那邊 給她毒死 從手就可以吃完了 半夜爬起來很微微 就睡覺起來 天亮招老 爸爸被毒死 可憐的爸爸 奇怪 怎麼會爸爸帶給我 這是很老的笑話 偶爾聽你還蠻好笑的 好可憐 就是從這個哺乳方面又想起來 大家回味一下 是 這又在觀眾心目中 金沛山像我們的老朋友一樣 對 很開心 先生本來是一直旅居美國 對 那這個現在你的生活是 隨著他一起住在海外 還是在國內 沒有 我覺得事情很奇怪 本來我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心裡準備說 我要搬到美國去了 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說拜拜 很久要去當華僑 大家都依依不捨 去當旅美華僑 結果 不曉得為什麼 先生的事業呢 就這樣轉回來台灣 他就說搬回來了啦 結果我沒有理由去美國住 那也好 想我的山菜沙拉 算了 算了 各位是沒見到他先生 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 而且看得出來 有的時候陪你偶爾錄個影 眼神也是 眼神一直在你身上打亮 看你怎麼順不順 滴一個水給你喝 相當的溫柔體貼 平常他就是也不太講話 話都是我在講的 我們兩個蠻搭配 也不錯 這個因緣聚會 在結婚來講 演藝人員有的時候 要是一點掙扎 因為怎麼講 我們這份工作 不管它有沒有影響 觀眾雖然比以前開通多了 自己也是一個醫生的土著 你選上他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緣分認識他呢 照理來講工作也繁忙 其實主要真的是 就是這個因緣 我可以跟你講 這因緣線很短 我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老師碰到一些 認識的男生 就是一直沒有結果 我就覺得好奇怪啊 好多事情都覺得 不是很對勁 結果在這個因緣聚會之下 真的是 我的一位老師你也知道 那老師他指導我說 你可能會在什麼時候 碰到你的未來的 會紅蘭心動 先生 我說真的假的 很愛說笑 結果事後 真的是一個朋友聚會 碰到我先生 那天剛好他生日 我還送他一個水晶球 我說送你 因為那天他生日 那他第二天就回美國 第三天電話就沒有停了 一天十幾通電話 真的嗎 這個事可以說是 好恐怖喔這個人 這種行動就是代表 對一個女性 她的追求跟愛慕 真的 那是 很有意思 可見了她很篤定 一看見你可能就是 所謂原定三生 有緣分 有緣分 現在是頭一個 在目前的生育計畫中 你們夫妻兩研究 一個夠嗎 其實 老實講我喜歡女兒了 我先生喜歡兒子 那現在已經給他 稍微有一個交代了 第一胎是滿足了他的願望 對 這個可能第二胎還有 第二個我就說 那我想要再生一個女兒 他說好啊好啊女兒好 第二個就講女兒好 是…而且這個我們知道 生兒育女這個是 願望歸願望啦 就是在等待願望中的過程 是很快樂的 對 不說很多人笑 我說你拜託 你這個年紀還能生得出來 三年是痛有得痛不 我痛不 就是大家在計畫的時候 就很多個咒嚴 那是很… 這需要小哥指導 我想接著下來 這個歌唱節目 我們以前的歌啊 除了不要說以前的歌手 我們相當懷念 因為這個講究的唱功 各方面 那是現在時下呢 走這種快速的 比較口白話一點的歌路 可能比較起來是 不太一樣的這個歌路 對 就是好像故事內容 一直在敘述 一直在發展 然後還有結果這樣 是… 被人拉 那個聲音拉長喔 我在旁邊一看啊 突然想到我們秀場的文化 到這時候一定掌聲很多的 哇… 就一定要有掌聲喔 沒有掌聲是不行的 聲音拉了也長 沒有掌聲的好久沒有了 對 那我們這些喜歡唱現場的人 其實很寂寞 好可惜喔 以前我們唱歌唱得好過癮喔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 看來看來我們這些人 都怎麼講 快變了無縫時代的人了 哈哈… 哈哈… 也是像不一樣的一樣的 沒有什麼受到影響 哈哈… 真的耶 是稍微胖了一點點 對喔 胖一點了 胖了幾公斤了 嗯… 我們不要研究體重好不好 但是真的保養得還真不錯 還好啦 現在家裡都是帶孩子啦 帶孩子也不太… 在家裡發聲練習唱歌 所以有退步了 學得喉嚨還滿緊的 對 而且我發現家裡有使用到這個嗓子 但是我的嗓子是 吼我的老公 吼我小孩 這樣子啊 阿楊沒有氣死 阿楊用這個地方 對 沒花錢 還不行 對啊 阿楊在家裡變總指揮了 對啊 剛剛來看你還匆匆忙忙 這個雖然很經驗 差一點點遲到 還連連的說抱歉 家裡在裝潢 裝潢 這也是很瑣碎的 對啦 就是說上次你們發我通告 發好幾道 阿德下的 發我通告 剛好我們家在裝潢 然後我們從樓上搬到樓下來 好啦 現在裝潢好了 要從樓下搬到樓上去 就搬家搬死了 分階段的在裝就對了 對 真的有裝潢過的朋友就知道 這挺麻煩的 對啊 所以本來這趟我還是不能來錄影 但是阿德說不行 你一定要來歷經 這個… 答應好幾次都沒有來 而且還有這個家具在進來 還有什麼後面的維修 對啊 我們當時去卡住去弄 對 水電工啊什麼都來的 金小姐你這裡要怎麼樣 那樣怎麼 我等一下… 已經萬七八糟了 聊聊生活的常識 對 我有的時候也裝潢了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師傅來的請來 特別來問你有哪裡 走了以後你發現 還是漏掉一些地方 這個時候晚上用一些單面膠 一些地方 夜深人靜 好好地仔細檢查 這裡漆掉了 那裡有一個刮痕 這裡磁磚有一個裂 都貼在那兒 你就貼起來 然後第二天他們再來 在思紋的時候 就不會漏掉了 結果我媽媽就說 對 這樣叫他給我一個膠帶 四個大大的整個表屬 要穿什麼顏色的膠帶 四個表屬 我們這個中央東西 有什麼樣的 很慢的 靠奇 做到哪裡破壞到哪裡 對 不過我膠帶我覺得 第一個要貼哪裡 你知道嗎 我要貼這裡 頭很痛 這個… 沒心這裡痛死我了 我應該貼這裡才對 然後貼個網 說到這個 就當了母親 小孩子 好玩吧 是啊 現在出來 一出門帶照片 也不是帶自己的 是帶我們家小朋友 或者是我們全家父 由衷的這樣 跟親朋好友要炫耀一下 對呀 都秀一下 怎麼樣我兒子吧 像你先生我就 哼 哼 是不是兒子女兒 兒子 真厲害 富家高興師 對 我婆婆很喜歡男孩 尤其第一胎 對啊 第二胎有的預備吧 我一直拜託我先生加油 沒辦法 因為有些時候是靠緣分 有時候需要一點音樂 那些 對 現在沒有辦法 家裡裝潢 就亂七八糟 你碎你 破碎我的 這個裝潢就是 把一些音響 砍在看不到的地方 而且他把音響弄得很漂亮 什麼音響 都是弄那個什麼聲利聲的 結果放太大聲 我先擦死人 這麼擦 我的聲音齁 那就是要選 選對那種CD 對 一回去就是浪漫 他喜歡看電影 都喜歡看那個什麼寫實電影 都叮叮叮叮 吵死我了 那麼浴缸也很重要 對 你會不會反對夫妻來個什麼鴛鴦玉這些 我不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家有裝那個賈褲戲 也有裝 老夫老妻還覺得赤裸的相見 好像還要迴避一下 其實沒有關係 沒錯 但是問題是我們家有一個小跟班的 我們在洗澡 一起來 然後在旁邊看 因為他太小了 他才一歲 是也搞不清楚 對啊 到樓裡 天文就沒辦法 很好玩耶 對 等他開始 有一點異式 那法律也開始 對 對 他現在是去美國還是在國內 沒有 我現在直接搬回來了 直接回來了 因為他覺得台灣太可愛了 買什麼東西都很方便 在美國什麼都要開車 好遠喔 家庭的向心力 先生一看我 各位不知道 鏡頭上才偶爾出現一兩次 有啦 有照片 先生中厚老實的一個人 對 中間也滿厚的 以前他在美國有在練跑步機 有在練什麼舉重 所以他本來這個腹部是三塊嘛 現在是大 全部一塊一塊 這也好 他這個體型變得 你將來也有藉口 對 你都變得還蠻怪的 對啊 他每次修他蓋點就 是啊 連續劇插曲 你唱的真的太多了 那個時候 算算28部耶 那個時候 28部連續劇 對 28部 很多製作人在當時 也是你事業最旺的時候 每次都預定你 對 被指定要求唱這個唱的 對 那個是怎麼講 非常堅固的一種 合作的關係 像周遊小姐姐 對 特別欣賞你來唱他的主題曲 沒錯 沒錯 因為他 我在想 有可能是我跟那時候 是潘影子 對 我跟潘影子的那個八字板合的 所以每次只要他演的戲 一定找我唱 哦 你還唱過一個叫 神雕俠侶 哦 我這首歌紅得不得了 不過聽說最近有好多的版本 又出來不同了 不同版本的神雕俠侶 結果很多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聽到我那首歌就說 這是什麼歌 我說一樣神雕俠侶 所以他們就不曉得 好幾代了 好幾個階段 大概這個劇本很好 對 很多兒後的明星又重拍 對 那時候潘影子我還記得 我喜歡 掉兩朵雞毛有沒有 然後掉到前面 有一點日本是日本是打扮 對 粉紅色的 很漂亮 潘影子好像一直很喜歡 一向對粉紅色特別喜歡 對 永遠這麼年輕 對 然後輕飄飄的沙 對 男主角是孟菲 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我們這個年代的 都差不多唱我們這個階段的歌 我們還記得 對 小朋友就唱另外的 那裡面周遊很厲害 還會加一些料 那時候還有一個什麼雅雅 零之草人有沒有 雅雅 雅雅 那紅得不得了 雅雅已經長大了 現在都讀大專了 對 當時那個時候香菇還漲價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想到那個主題曲 你也是功不可樂 彼此彼此啊 一手一手都由你唱下去 這個什麼講 戲的這個輔助 唉唷 不得了 今天這個歌好像是 男女重唱的嘛 對 這首歌很棒耶 那我們要找個男女對唱的 去哪裡找 我就在這裡 小哥 唉唷 不好意思 我還以為說你很棒 我不要唱 我只會唱 真的假的啦 我會有一個香菇 沒有 好 好 這個歌那個時候跟你 不是花菇嗎 還好 還算短課記 沒有講金菇 好 我們講完金菇以後 我們要講神雕俠裡 對不對 當時跟你對上那個男的 好像反而到現在 沒有什麼跡象 沒有什麼在歌上 他是哪一位啊 你還記得嗎 其實他就是走幕後的 他是我的製作人 叫張永強 哦 對 張製作 那時候等於是 怎麼講跨刀一下 對 他實在是 過不離三種啦 真的臨時找不到人 他來客船 我說這個歌 這個男歌者怎麼說不見 原來是幕後的人 他是走幕後啦 他是製作人 好像很爽 對啊 我也覺得很爽 你知道嗎 本來是 不瞞各位講 NG了兩次 所以唱唱會覺得很順 不過氣質 一定要唱得好 小哥一唱氣質全部出來了 真的嗎 比那位張同事唱的 張製作唱的 那開玩笑 這更有特色 我不能講 老師 我們要獲得參加 我們都成熟了 聊得更深一點 沒關係 有的人說 你說顏色很深嗎 還是 就是 好像第二代的話 夫妻間的情趣 稍微就會轉移了 這也是真的吧 真的真的 沒錯 那現在多久才開張一次 那要算時間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他在黏著我不放的 他黏著我不放 他可以因為寒得黏著嘴 然後繼續玩 就在我們家把所有的垃圾桶 就是災難都開始 會爬到的地方通通噗噗噗 全部就散了 要不然就爬到他爸爸的肚子 肚皮上 就當一鼓打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開張 等到他睡著 他睡著的時候 我老公也睡著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不能說 這個是當作一門功課 也不能說真的就這樣子 其他事怎麼講 代替的時間都沖淡了 就真的把它忽略 而且最麻煩 這中國人最有這個問題 小哥最麻煩的是 我們小朋友如果 哭起來了 他在我房間哭 結果媽媽因為 我們還是住一起吧 母親 就一哭起來 我們如果真的要忙什麼事情 我們門是不能鎖的 他啪就開進來了 所以什麼事情 就看得很清楚 小哥在靠你們 你們還有性情做這個事情 對 所以我們又不能關 你知道嗎 請問 考驗 我怕你們媽媽會來弄問 小哥靠出什麼 你們怕一個 真的變金龜了 對 是 你看 身為父母 為下一代付出這麼多 自己的娛樂也好 各方面 心神 寄託 期待 通通放了很多東西 自己都自知度外 所以 而且做女性的還要 現代的還要 故意注重到保養 怎麼樣還要維持現狀 很多都很傷神 對 所以現在生完寶寶以後 身材都往很多方面發展 所以這套衣服 為什麼挑黑的 我不是故意挑黑的 我實在是每一件衣服 全部都塞不下去 人塞不下去 身色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對 這樣 沒有 沒有 這些衣服還可以穿得下 其他衣服都放不下去 真的 掛在那裡很漂亮 但是為什麼我一穿 就穿不起來 就是 我也要常常走動走動 這樣重心放在家庭 偶爾出來 像妳說的 偶爾不嗨一下 覺得鞋子 鈍鈍鈍鈍 對啊 退步了 沒有去 常常來走走就對了 我的歌還真的唱不完 他除了自己的招牌歌 其實很多懷舊歌 我看一些老歌演唱會 也邀請妳去 所以在那個現場當中也覺得只是回票價 其實我滿喜歡唱老歌的 老歌 就是 是那種 很有 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有了感觸 成熟人欣賞那種境界 熟透了 這是聽妳唱歌的真是非常舒服 哪裡聽妳唱歌比較舒服 今天請妳到我們節目中來 這打扮得這麼漂亮 謝謝 因為也正巧 今天是為了兩件事情打扮 因為我很久沒有上電視節目去表演歌曲 因為下午跟我的經紀公司 新簽了一個經紀合約 對 然後接下來就來上小歌的節目 哇 今天算是我們的榮幸 那個簡單 說到這個服裝方面 以前我們在秀場常常碰到唐納 這個妳常常代表這個動作派的 以及這個在秀場中的其中一定有一道菜色 就是讓觀眾覺得美不勝收 唐納常常扮演這樣的角色 結果業者就是請妳來 妳這個感覺上要請到一個性感美艷的明星 但妳在服飾上都很少有凸顯 就像那天金鐘獎的這個禮褲 大外賞 很多人都是亮出她較好的本錢 但妳反而包得很緊 因為我沒有本錢就不要亮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對性感的定義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當然身材沒有好到那些 可以亮出來的藝人這樣的狀況 第二個呢 我是覺得其實女人啊 如果有這個本事 把自己包得越緊 反而越性感 那應該是一個學問耶 是真的 這已經不在話下 唐納我剛剛講 很多人喜歡妳的一種味道了 那是一種淡淡冷冷的 不用某方面特別的凸顯 也不用什麼濃妝厭抹 妳就像前一陣子 點了一些水鑽在臉上有沒有 唱一些復古的歌 也是很有味道 謝謝 以鼓以驚啊 說了說了您的歌 我們今天還有這個歌唱節目 也要多聽妳幾首 好 剛剛那個奢求啊 就讓我們如痴如醉 謝謝 妳的現場能力啊 跟唱片在慣的時候 同時進行是一樣的水準 謝謝 那接下來帶來一個什麼歌 接下來帶來一首《一廂情願》 是我 其實我很沒有得獎名 但是這張專輯《自由》 是讓我在MTV大獎裡面獲得了 唯一打敗劉德華的一次機會 對 那裡面的一首 第二首副打歌曲《一廂情願》 也很好聽 來這個工作 如說我們常常自己也會問自己 到底適不適合這個工作 妳覺得喜不喜歡 我滿喜歡我自己的工作 而且妳不太爭取的 而且 對 所以需要找經紀人 所以才想請教這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在進入演藝圈 我今天想要跟我經紀人聊 我其實在應該是算七年前吧 我在演藝圈已經有十三年的經歷 十三年的經歷 對 但七年前呢 我是年年做 年年想跑 我覺得我不適合這個行業 那麼 我記得我第一家經紀公司 是 那還有一個同事在這裡 以前都有合作過 對 我記得第一家經紀公司它很好 以前我們是簽五年約嘛 我實在做了三年我做不下去 我跟後來老闆說 我可不可以借錢賠給妳 我們不要有合約了 然後我不想做了 我記得那一天她很好 她收了那個錢以後 她把約撕掉 她說 唐娜我覺得妳適合在這個行業工作 所以妳先不要告訴我 妳不做了 妳有機會妳繼續發展 所以我想 在妳一直覺得自己跟演藝圈 整個的環境 不是這麼習慣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人這麼樣給妳信心 所以每一年要做 每一年都有一些人給我工作的機會 跑不掉 所以做到第七年以後 我發現我要重新看我自己的工作行業 我覺得人超過二十歲 對自己人生負責 對 我正在想 其實這個行業我到底為什麼要做 第一以前是賺錢養家 第二賺錢養家 做了半天痛苦怎麼辦呢 那就要想到怎麼樣讓自己快樂 那快樂完以後呢 妳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 所以後來我想到一個很好角色 我覺得演藝圈是社會上最大的服務業 如果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拜年是一個社工的角色 我們唱好聽的歌 演好看的戲 給一些很寂寞或者是很辛苦的朋友們去欣賞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作善事 所以本身有的時候不爭 就是像妳用這種角度來看的話又不一樣 對 每次工作量雖然並不多的時候 但我們近期在我把它完成 是是是 那麼在這個影劇圈的這條路上 也很少看到妳的感情報道 說說看男人在妳的感覺裡是什麼樣的 我覺得男人蠻可愛的啊 對呀 很好玩 可愛不代表好玩 沒玩過 可能我講的男人意思就是說 男人這個 感覺上他好像是一定是女人的什麼依靠啦 等等其他的解釋 妳覺得呢在妳的生命中 我很古板的 我還是覺得其實老天爺搭配得很好 當然現在很多人我們都接信 接受有的同志的相戀或怎麼樣 我覺得都很好 只要兩個人一對一 然後那個互相扶持跟需要跟陪伴跟鼓勵 我覺得那個是其實人在一生當中 我說為什麼我們有五根指頭 其實有原因的 就代表妳人生當中一定有五樣以外的支柱 一個是家人嘛 家人 我們父母 還有就是我們的朋友 朋友 對 我們的工作 工作 對 我們的愛情 愛情 對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自我 自我可以去 一定要所謂的修自己心靈的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所以妳五個都平衡的話 其實當妳少一個的時候 妳就比較不會去自殺啊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這樣的講法是很好 就是也是看緣分了啦 我覺得緣分啦 我當然希望說今天我身為一個女人 我盡量把我自己努力 可以訓練或者是培養成為一個 我覺得心目中我自己的好女人 我想就有機會有好男人會來珍惜我嘛 這個到最後適合妳氣息的人才能進到妳的生命中 希望 這所謂的就是最後是物以類聚 大家感覺要相同才行 也對 那麼我知道妳這個有的時候在從事演藝工作之餘啊 自己也有一些開拓其他的事業 就有一家相當出名的一個餐廳啊 真的啊 他們說唐娜小姐經營的 妳看哎呀 那個擺設各方面啊 是一等一的高雅 謝謝 那個氣質 也就是說妳自己還親自在裡面啊 對啊 不加他人啊 因為演藝圈沒工作做了嘛 我就只能取出咖啡 沒有啦 而且這是口碑非常好的 謝謝 台灣現在喝咖啡的這個風氣很盛 但是有的人說唐大他們那家的咖啡有獨特的味道 對 我們盡量研究出一個比較不傷人體 但是包有咖啡濃香的這個咖啡 哇 現在也是門庭弱勢 有的時候還要打個電話訂一下才行 沒有 要靠妳多多來衝唱 量不多 但是妳的初級啊 現在再回復的唱以前的歌 都是這樣的精緻 謝謝 都是都會人的感情被妳描述了這麼的這個 怎麼講 我想是作詞作曲還有製作人弄得好嗎 是 是 是 不由得我看妳這麼有這個濃厚感情的一個少女還單身啊 就想給妳介紹一個人 真的啊 幫妳介紹誰 是 是 像飛哥就很欣賞 是嗎 這是肥蜀蜂蜂蜂 我哥常看妳的節目說 這個糖啊 味道 真是 真的啊 謝謝 是冷冷的 而且那個講不出來 她也不是不解風情 但是呢 她就是一個 還是生活自己很豐富的一個女人 也不多話的女人 哇 真是 您對她印象如何 當然我看她的結局是 可能怕她追不到了 不會啊 妳想太多 好 今天請到妳來到節目中啊 真的給我們節目的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質感上增加了好多 沒有 謝謝妳們給我機會 這麼棒的樂隊老師在跟小哥主持 那麼接下來還有一首歌曲 還有一首歌曲是 應該算是我自己很驕傲的一張專輯 它叫《別戀》 因為這張《別戀》 我等於從選歌錄音 到去拍攝完一個六十分鐘的音樂電影 還有十首MTV 還有做完宣傳 兩個半月吧 全做完 過癮 她成品出來的時候 看到大家的這種 怎麼講 口碑 以及那種感動的 被妳所謂要帶到的 這種境界裡去的時候 就覺得值回票價了